大家好,同學好,接下來呢,我們要來連續看兩個說明 一個叫做兩個平行線 如果平行,它的斜率 一個叫兩個平行線,如果垂直,它的斜率 那狀況為何呢?第一個是 兩條直線平行的話 它的斜率分別是M1、M2 那如果平行,它衝要條件,就是說會相 衝要就是左邊到右邊是對的,右邊到左邊也是對的 那如果兩條線平行呢,那它M1會等於M2 那這個是最後的結論,不過有同學會想要知道它的過程 好,我快速來說明一下啦 OK,你看喔,我們可以證明說 這兩條線分別交於這個S軸有兩個點 一個叫A10,那它交於A20 那這樣子呢,我可以在L1跟L2上另外各取一個點 B點叫做這個B1,叫SEYE B2叫做S2Y2 好,所以呢,我可以做個垂組,垂下來 這個C1就是SE0.0 這個也垂下來,就是我一次做了兩個事情 就是L1跟L,其實都一樣啦,一直累退 這個C2叫S20 好,現在呢,你看這兩個三角形 因為它是平行嘛,所以這兩個三角形 基本上就是一個相似三角形 相似三角形它的怎麼樣? 比例啊,線的對應直線的這個長度比例應該相等 所以你看喔,這個A1C1 分支這個B1C1 就是這個比這個 好,那應該也會等於這個比這個 對不對,因為它是相似三角形 那所以呢,我就把該帶的帶進去 所以A1C1,A1C1就是真的把它帶進去 那這裡也一樣,就把它帶進去 帶進去之後呢,我要做什麼事 就稍微怎麼樣 去怎樣,做個一項 其實也不用一項,你看 這根本就是斜率了嘛 對不對 所以就是M1就等於M2 就證明完了 好,那當然這是證明 如果你不想證明的話 至少你要知道 結論 就是兩個直線如果平行的話 他們的斜率會相等喔